我們昨晚有222宗是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另外有208宗是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所以今天的數字的陽性個案是430宗 現在累積第五波有119萬0437宗的個案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就開始開學 又有些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了 很多公司都是上班 即是失去工作的 這些都會做事社區上的人流增多 我們外出都會看到人多了很多 駕車都是塞車的 因為這些都是人傳人的 人和人之間的接觸又會多了 所以真的反彈我們都是在預期之內 不過就看看反彈的幅度是否很大還是怎樣 我們單靠一天的數字就看不到 要再看久一點才知道 學校方面 我記得昨天說了有13個陽性個案 其中一宗我們再回去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學生快速檢測陽性的照片 或者結果不太肯定 後來學校也跟他重複做了幾次 結果都是陰性的 所以昨天的數字應該是12個 不是13個 今天我們就收多了8宗陽性的情報 是由學校來的 包括了7個學生和1個老師 由7間學校來的 其中一間學校就有2個學生 就是由一個家庭成員 我想你如果一個不確定的情報 我想都有機會是一個陽性 所以要告訴學校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其實最簡單 就是如果不確定的話 就再做多一個 因為有時候可能做的時候 做得不好的意思 這個我想如果你解釋 是因為做這個測試 然後可能他之後如果是陰性的話 他回學遲到的話 可以解釋給學校聽的